中国老祖宗对教育的重视 我们要把它集成下来 发扬广大 不能丢掉 中国教育是什么教育 我们要认识圣贤教育 圣人要从小教育 肝炸下去 中国过去四十 炸肝 肝上就是圣贤的肝 肖青顺死 这是人家大肝大本 一个人一生当中 两个人把你再问起来 一个是父母 一个是老师 所以孝勤尊师 这是中国教育的肯 一定要做到 而且老师要做出榜样来给学生看 神教 我在台湾 跟房东文先生学这句 我原本是想到学校旁听他的口 没有想到他就会到他家里去 一个星期一次 星期天上午九点半到十一点半 两个小时给我开展 学生我一个老师他一个 一阵子求学了 为他这样给老师课头求学 老师看你正诚 真想学 他教你 我有一三阵子的三个老师 都是真正的教学的人 第一个是黄东文先生 跟他说真识 从真识里面 进入诺佛话 最后一个单元 给我讲到佛基因识识 我感到很压抑 我说佛是宗教 宗教是迷信 迷信哪里会有知识 他说你很年轻 你们知道吗 他摄加墨尼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志学家 咱们一起说过 从他来听来的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就真听他的话 走他的道路 走从门 未骗我 心 幸福 是从这里来的 第二个老师 张家大德 这是命运上的一个大德 我没有能学你 我没有能学信教 我想在请教里 佛法是高生的知识 我从方老师学来 有没有方法 让我很快能进去 我提出这个问题 请求在老人家 只为一条路 明路 他看着我 我看着他 我们看了办公宗中 一句话 一句话 一直等着我 没忘年 心 情境 情境心心 他才说 你要有忘年的话 他不跟你忘年 他那进不去 你马上会忘年 所以 他跟我送了办公宗里 半个小时之后 心定下来 告诉我六个声音 看着我 放得下来 告诉我 我今天交给你 你好好去说 六年 你就用门口 不然不成 真的 我就用他的方法 用了六十年 跟林老师 学进教 跟他生意 张家大师 跟方老师 一年 总共我身上用了 十一年的时间 讲经讲了六十年 一生走一条路 所以老师能恩德跟父母相同 孝庆尊师 大根大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